你好 欢迎收看1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台旧县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南口 11号深夜11点55分发生弹房 土石从30多公尺的边坡崩落 直接砸毁25公尺长的民隧道 造成双向通车受阻严重影响交通运输 而公路总局立即派员从坛塌处两端 同时日夜抢修 而目前交通部预估在15号傍晚5点前 应该就能够顺利抢通 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南口11号深夜突然坍塌 通往花莲的交通大动脉突然中断 远景到场疏导交通 不过往来车辆直接被堵在隧道内 接下来所在的位置呢 就在苏花公路的大清水隧道内部摊坊处 也就是159.3公里处 那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状况 这个公路队的人员有派出大型的机具 要来清理这个碎石 但是还是相当的困难 因为这个石头呢 最高的是有到3公尺这么高 重型机具正在裂解 从边坡坠落的超大型花岗岩 工程单位同时从隧道坍塌处两端进行抢修 从鸟看画面清楚发现 约有1200立方公尺的土石 从30多公尺高的边坡滑落 直接压塌明隧道 长达25公尺的路段 现在这个身体是不少吗 没有没有 现在是差不多 差不多 你们整的就在这儿了 由于崩塌土石有不少 是坚硬沉重的大型花岗岩 坍塌现场路宽窄小 抢修空间不足 加上边坡盐盘目前还不稳定 必须先清理后才能加固处理 尽管抢修工作困难重重 不过春节在即 公路总局拍胸脯保证 一定要在石线内抢通 梳花公路 上边坡这个清理土石清理碗仪之后 会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检疫的一个保护 那预计在这一个我们星期日 这一个17点 能够这个抢通 开放通行 开放现场架设前进指挥所 公路总局全力投入抢修工程 由于坍塌路段是 梳花改与旧梳花公路的贡献路段 目前宜兰往返花莲公路中段 无法通行 民众只能改以铁路运输 或绕道中横 交通部也被托海运服务 只要有需求 随时都能启用 记者 中华报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个打包 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患的身分 有签 转发 打赞 转发 打赞 转发 打赞 转发 敞 转发 打赞 打赞 转发 打赞 转发 打赞 转发 打赞